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露露 你说 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了 他一直是关机啊 别接别接 怪我没说 他旅游去了 最早也下个月才回来 吓死人啊 他关什么机啊 公司的人三天两头给他打电话 他关机讨不过去 他这次出去就是想清静清静 有空啊会给我们打电话的啊 不是吧 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洒脱了 露露 你毕业的事怎么样了 你别提这事了 姐 我都崩溃死了 万一要是我毕业延期了 你可得帮我瞒着点爸啊 他只要知道了指不定生多大气呢 好 喂 周恋 露露 你还好吗 怎么刚才把我电话挂了 喂 康露露找我有事 好吧 你最近还好吗 咱们好久不见了 都挺好的 你呢 又骗人 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心情不好 要不咱们明天再联系 没有 我真没事 那我长话短说 上次从你家离开的时候 我不小心拿错了一件你的外套 要不明天我跟你送公司去 别 那你岂不成我仆人了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你自觉点明天店里见 我最近真的很忙 要不衣服先放你那儿吧 露露 我知道你很忙 我就是想见见你嘛 我知道 那过两天再见吧好吗 我没事你放心吧 好吧 那你照顾好自己 我等你电话 别闭得太紧 她会怀疑的 可是我不见面 我怎么试她啊 先等她把东西弄到手 好 杨总 早 杨总好 早 现在有空吗 有啊 好 有同事跟我反映 好几次去人事部找你 你都不在岗位上 是啊 我最近因公外出的次数 确实比较多 马总 马总 你的工作需要外出吗 因为我了解到公司即将 推出的新产品 是应用于医疗行业的高端期间 可能就是因为太高端了 销售反而没这么容易 这我知道 那考虑到这些情况 我计划招聘的销售人员 也都是有丰富的人脉资源 和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手 说实话 这样的人 其实根本就不缺货感 如果咱们一个电话 就把他们叫到鼎华来面试的话 可能会显得有些傲慢 所以我认为 还是登门拜访比较有诚意 对不起 我刚才态度不好 没事 其实很多事情 也都需要我自己去慢慢适应的 你刚进公司 对公司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 但是它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 我看到你这么认真努力的工作 真的特别感谢 老吴 老吴 怎么了 裕公 你帮我去弄杯热牛奶 行 行 拿杯子 谢谢 来 于谷 怎么了 老吴是技术助理 你没看他跟那磨阳弓呢嘛 不是 你也闲的吧 你也闲着 马上来啊 张建回招供了 这么快就招供了 他呢 每个月都会收取一大笔现金 但是生活里所有支出 都是用的电子支出 他这个漏洞实在太大了 田临市国安局就抓住他这个漏洞 他根本扛不住 跟我想的一样 吴淼却是在为天心科技 收集鼎花的情报 本来一直以为吴淼偷的是技术资料 我还纳了闷了 就他那个岗位 能够收集到什么值钱的情报 商业竞争和打仗一样 都得有功有手 没错 吴淼本身呢作为研发人员 非常清楚自己每一个项目的 优势和劣势 他把底透露给天心科技 天心科技就可以在 宣发上大做文章 一方面自己可以抢占先机 还有一方面呢 可以披着马甲 大肆地去攻击鼎华项目的劣势 真可 刚才子萱说得有点道理 就算吴淼接触不到 鼎华的核心技术 那他之前盘算的那些数据 应该也卖出去不少 张建奎肯定有很多事情必须 等着吴淼落网一起审吧 子萱 盯住了吗 那必须啊 就他那点道行 会躲不过天眼系统 想什么呢 这么严肃 我刚才在想 我们一直想补一条大雨 结果一洒网 什么都给闹出来了 你说这种小鱼小虾 在鼎华到底藏了多少 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在鼎华内部 大力宣传 我看谁辞职 谁敢辞职我查谁 一个都跑不了 谁辞职我查谁 一个也跑不了 你真厉害 好了好了 说说大雨吧 你觉得刚才苗霏跟你说的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都听见了 那要不然呢 按照我们的计划 他今天晚上应该会去树职蜜药 但是结合他跟我说的话 你们觉不觉得 他有一点感觉像他交代后事 我父亲之前跟我说 你是他介绍进来的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尽快 抓住机会拉拢你 扩大自己在公司的势力 其实我之前也有这么打算过 但现在想明白 欲望越大 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好 可是很多人都为了自己的欲望 去牺牲别人的利益 明知不该 还铤而走血 如果公司管理层都变成这样 那鼎华就完蛋了 徐鹤一旦被捕的话 苗霏和我们的合作也算宗旨了 但她之前植入电脑里的 木马程序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么说也都是一种解释 或许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苗霏已经看出了你的身份 所以故意跟你说这些话 好来做好她自己的形象 这苗霏又不是火眼睛睛 马上的身份没问题啊 她今天跟我说的有一句话 我非常在意 她跟我说 你跟所有人的距离都不远不近 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急功近利 鼎华需要你这样的人 这可能确实是我工作上的失误 其实我不想卷入职场争斗 但是很多时候缺乏欲望 立场就很难鉴定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我觉得 是不是想得有点太深了 不管怎么说 苗霏现在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 她就算真的有问题 也很难会做什么手脚 四个小组全部就位 韩哥 苗霏的行动都在楼里 咱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为什么还要让这个小组待命呢 鼎华内部 一定也有人在监视着苗霏 见她得手 徐鹤也有可能要求立刻交易 到时候再部署就来不及了 对 怎么这么多杂音 雨太大了 信号确实有干扰 你一定的事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好像是吧 你找他有事啊 没什么急事 那明天再说吧 下这么大雨 你们不赶紧回家吗 反正也得堵在路上 还不如夹伙伴呢 先走了 慢走 营发部有人加班 怎么办 苗总 下班了 来处理点事 好好好 你来找于华然 对 工作上的事 行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来 再见 苗总 老居 还没收拾好 不是 发现了点小问题 还得一会儿呢 什么小问题啊 这不对啊 你这 你这个小问题就 交给成功睡袋手处理了呗 成功 不是 菜都上齐了啊 就等你了 快快快快点 老吴 你帮我忙呗 快 帮我把这个弄完 这个很容易 得戏了啊 谢谢老吴啊 老吴 这点有问题啊 上齐了 上齐了 快走走 点那地方吧 走走走 老吴 收拾点东西 下班回家了 现在啊 那你等到什么时候 人家吃饭喝酒去了 我们没自己的生活吗 那都说是工作 为什么要替他加班呢 要不 我还是做完了 我再走吧 好 那你慢点啊 好 好 好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办公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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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到底什么情况 正在检查 恢复正常了 刚才应该是闪电落点太近 干扰了信号 接下来怎么办 正常回家 我们会跟着你 来吧 放松 制作人 温暖 放开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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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到手了吗 我拿到了 很好 一个小时内赶到天都上场 等我电话 你真要去 我不去怎么行 计划怎么推进 怎么向杰弗里交代 来 我小心一点 你这次不用徐后的身份 班长老头子推脚不方便 再说了 这一次我根本没有打算跟他见面 我根本没有说过 你只能打算 你自己都购定了 我心里疏 这个地方 是个人 有一个交代 这个地方 回来 我听不着 我听不着 你还不在这边 是有一个是 的 我闹了 而且 这边 你怎么回事 姐 快开门 露露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说实话 爸他到底怎么了 他的手机到现在 都一直是关机 这么多天了 也不打电话报个平安 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姐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 你先别乱想了 我现在要出去 姐 你能不能别敷衍我了 爸怎么可能好端端消失 这么多天呢 是不是国安的人透露 我 就是这样也可以 是做更激烈的 您坡气待还是有眼路干起来 在上市場没有死 broker 不像端端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她事先就把徐鹤给她的手机放进了洗手间 太好了 不管是否暴露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所以只能继续行动 明白 这个苗霏是个人才啊 子萱 赶紧把上下的借助师工图发过去 好的 给 好嗎? 别一直盯着 客长 收到请回复 杜猛 目标一直没有出现 现在怎么重立 再等等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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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道理啊 如果是通过手机监听 其实收音范围挺小的 是不是天气原因 堵在路上啊 很有可能 子萱 你连接下安静的视频 目标现在还没有 来 请你听我说 假声目标已经发现了问题 你认为有多大的可能性 是因为苗霏和苗露的对话 手机监听范围有限 可能性不大 我刚才回想了整个行动 我没有发现任何的漏洞 你那边呢 我也没有发现 之前所有的行动 都是按照我们的安排 来执行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苗露的突然出现 就是整个过程中的 唯一意外 所以问题 应该还是出现在 他们俩的谈话之上 极有可能 但是 就差那么一点 真的只差那么一点点 有没有可能 问题出在他家里面 没错 他家里可能被监听了 如果对方知道苗霏 已经跟我们合作 肯定会想办法 先抹掉痕迹 安静 你听见了吗 说到 杜猛 收到回复 收到 现在立刻过来接我 越快越好 是 王总 收到 立刻赶过来代替我指挥 如果一个小时之内 目标还没有出现的话 取消行动 送苗霏回家 明白 是 前面左转 去哪儿 苗霏 家里很有可能 被人安装到监控 如果真是这样 对方一定急于抹出痕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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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屏调小区监控 陈科长 是我 我山景 我这边需要技术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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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是不是已经 没有利用甲值了 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 苗霏 这段时间你配合得很好 只是今天的结果不尽如人意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露露要来 这不是你的错 那现在怎么办 她以后是不是不会再出现了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 但是在事情明朗之前 我会怕我们的人暗中保护你 放心吧 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察觉 你们家有什么异常的事情 比如说 家里摆设的东西被人挪动过了 或者说是 你在打电话看电视的时候 网络信号波动得很明显 我没有注意 我没有注意 现在我们的检查人员 要进行全面的排查 所以你可能要住到其他地方去 你现在有地方去吗 我可以住我爸家里 好 尽量少带东西走吧 这里最好保持院状 那我以后还能回去上班吗 跟你们的合作结束以后 我是不是必须得离开鼎华 你能不能别折腾了 谁吃得下 饿肚子解决不了问题 来 该吃吃 边吃边聊 会不会是苗霏搞了什么小动作 我们侦察科二十四小时三班倒 一直在盯着他 你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监听 没办法直接观察 如果真的是苗霏警告了徐鹤 那他就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间谍 从他答应跟我们合作开始 他所有的情绪行为完整连贯 没有任何复杂 苗霏当然有可能跟徐鹤是同伙 他跟我们合作 就是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 而徐鹤继续对他下命令 纯粹是为了配合演出 但是这种猜测毫无意义 做判断要基于证据和线索 我赞同松局的观点 这样的逻辑太过复杂 敌方一定是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不会把这场博弈 当成是场游戏 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们会选择更直接更有效的办法 我们与其把敌人 设想成了事如神的超人 不如先复查一下自己的漏洞 你们来之前 我跟马上做了一个实验 按照当时那种情况 徐鹤不可能通过内部手机 听到苗霏与苗露之间的对话 那我们是不是做好准备 徐鹤只是在试探苗霏 她还是有可能继续要求交易 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我仍然觉得苗霏家 她就是被人监听了 从苗霏苗露离开 到我们赶到 中间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足够对方把监听工具给拆除了 这就麻烦了 而且现在的监控设备越来越小 安装和拆除 几乎不会留下痕迹 除非对方犯了低级错误 否则我们的技术人员 无法真实你这个猜测 苗霏家小区的监控我都看了 没什么疑点 主要是那场雨太耽误事了 户外监控的能见度太低 连大门口进出的车辆 都拍不清车牌号 而且室内监控受雷电影响 时不时出现信号干扰 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 是不是认为的 我们那边信号也有干扰 那有没有可能 是别人给徐鹤报的信 别忘了苗霏的证词 徐鹤在鼎华内部 也有自己的眼线 当时你们还没有进入鼎华 如果真的有眼线暗中监视 那也只会通知徐鹤 怕已经得手了 行了 吃饭吃饭 凉了 吃饭 吃饭 处文化 硬ession 薄男酿